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了漫长的音乐文化交融 逐渐就形成 演变发展成为了如今的三弦 但是三弦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是吗 对 有传统三弦在传统基础上改革的大三弦 就是我这间乐器 还有咱们身后的这几间乐器 这间乐器叫我国福建泉州一带的南音小三弦 这间乐器是高音三弦 它的声音的音域要高 比这间乐器要高 高能高到四度到五度 还有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乐器 比如这个我国云南地带的 尼族小三弦 还有龙头三弦 还有白族三弦 还有布朗族三弦 还有龙骨族三弦 种类是非常多的 大概统计呢 只有二十多种 这么多 非常多 对 刚才呢 我跟你说的是 在我们中国的三弦 这个广泛流传 当然呢 在国外呢 也是广泛流传的 也是受到了这个丝绸之路 文化的影响 也是到了这个日本啊 发展比较火的 三弦线是在日本 但三弦线的区别就很大了 它的琴谷就不是这样了 它的琴谷要比这个琴谷要大 它的这个琴谷用的指甲呢 就不是这个了 它是用这个古制 古制的那种 作为波子来去谈的 织音也是很特别 还有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那边的三弦呢 和中国的三弦 还是基本上一样的 这个形制啊 没有什么 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很多区别就是用鱼 我用鱼是用指甲去谈 他们可能用波片啊 也有用指甲的 在中东一带也是出现过 也有类似的三弦